第二次世界大战创下了人类历史上的多条记录,参战国之多,战争覆盖面积之广,伤亡人数更是数不胜数,令人发指。原子弹在广岛长崎两地落地开花,揭开了21世纪武器的全新篇章。同时,二战当中还爆发了一场触目惊心的战斗,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壮烈的海战。 来自日本的九艘航母和五艘战舰誓死守护阵地不退一步。建议网刻意知未来,喜欢请点击订阅,开启小铃铛。 美军作战计划剪图 1941年,日军孤注一掷,袭击了珍珠港。对美国的海军空军造成了巨大创伤,同时也掀起了太平洋战争的腥风血流。 当日军还沉浸在骑袭珍珠港的喜悦中,一场中途岛战役的失败将他们彻底拉回了现实当中,之后反法西斯阵营的盟军吹响了全面反攻的号角。 一方面,希特勒一往无前的步伐被苏军遏制,一方面,日军也在太平洋战争中连连战败,仰仗的国防圈也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困境。 此时的昭和天皇中感惶恐不安,在深思熟虑之后,他下令全面缩小太平洋战争防线。 将马里亚纳群岛作为最后的防线。 全体日军将士一定要死战不退。 此时,美军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制计划,日本的补给线仅剩马里亚纳防御圈,只要攻下其中的一环,就能让整个日本的防御圈都分崩离析。 而美国将自己的作战重点自然是放在了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塞班岛之上。 塞班岛战役 1944年,深知此战重要性的一人天皇对塞班岛全体日军将士做出了深切慰问,大大激励了日军的气势和军心。 塞班岛上拥有足足四、三万日军,如此密集的兵力也足以证明日军的决心。 而美军的兵力也不容小觑,整整七万战士,三个月前就从本土出发,源源不断地抵达了马里亚纳。 同年六月,战争正式全面打响。 塞班岛位于西太平洋、西北和西南,分别隔海相望于日本和菲律宾。 最初,该岛被西班牙占据,数个国家对其垂涎已久,可谓是兵家必争。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归属日本,日本将塞班岛及附近岛屿改造为重要的军事基地。 塞班岛虽然只有120多平方公里大小,但却占据了日本本土到东南亚、西太平洋到南太平洋的咽喉耀岛。 是一个一手南宫的岛屿。 日本在塞班岛利用气候条件建立了甘蔗种植生产业,同时凭借塞班岛中间高四周低,周围有大量珊瑚礁环绕的地理条件, 在岛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机场、海军基地、陆军兵营等军事设施一应俱全。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以塞班岛为基点,发动对东南亚、澳大利亚、美国夏威夷群岛,甚至美国本土方向的侵略战争。 战争初期的骑袭作战效果十分明显,日军以塞班岛为基地的海军很快控制了东南亚全部地区。 随后,向塞班岛增兵,岛上常驻守军寺,三万人之众,另有舰船若干。 塞班岛也被日军称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可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和日军对其重视程度。 美军拿出了自己近似地毯式轰炸的猛烈火力,战机如同毒风一般,从航母接连起飞, 短短两天之内对塞班岛倾泻了16万发炮弹,还用掉了2400发威力更甚的新型炸弹。 塞班岛上火光四射,已经不分白昼。 然而日军苦心经营十年的防御攻势,又其是一朝一夕能够攻破美军的汹用攻势。 也只是对表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已。 直到6月15日,美军正式开始了登陆作战,8000战士开始了第一波登陆攻势,上百架战机和十几艘战舰为战士们掩护。 最终,美军在付出2000多名战士的生命后,成功完成登陆任务。 眼看着2万美军进入塞班岛,日军终于展开了反攻号角。 然而此时,日军已经大势已去,先后两波攻势。 日军损失1000多人和80辆坦克,并且没有取得一点成效。 日本联合舰队决定决意死战,他们出动了9艘航母和5艘战列舰。 而美国则是出动了15艘航母和7艘战列舰。 单单从纸面数据而言,日本便处于了下风。 更为严重的是,日军缺少海军,大多数都是从陆军抽掉。 相反,美国海军则是经验丰富老道。 第一站日军妄图袭击美军的三艘航母,结果246架战机被美国侦测到,一瞬间全军覆灭。 等到日军第二批战机拍马赶到,却已经是为时已晚,美军的战舰和战机早已经对日军展开了围攻。 美军如同打鸟般将日本战机逐个击落,两日之后,日本以三艘航母备回,四艘航母重创的代价失去了塞班岛。 然而日本人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7月4日,美国几乎攻占了整个塞班岛,此时塞班岛的最高日军指挥官南云中切副自尽, 而剩余的5000日军则是效忠武士道精神,变为赶死队和美军同归于尽,最终造成美军650人死亡。 7月9日,日本仅存的1000多个战士,在塞班岛北部强迫2万多个日本居民跳海自尽,说是强迫。 其实2万多名日本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自愿跳崖,他们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影响,不愿当他国手下的俘虏。 而塞班岛失守,这是绝对屈辱并且无法接受的事实,于是日本人纷纷选择了跳崖自尽,这在当时的美军看来是绝对震撼和惊奇的一幕。 在塞班岛失守后,日本选择了无条件投降。 在塞班岛登陆战役中,美军阵亡3400余人,商医31万人,日军守备部队中4,1万人阵亡,其中陆军2,61万人,海军1,5万人,背负2000余人。 此外还有2,2万平民自杀,几乎占全岛居民的三分之二。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上空毁灭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从玛利亚纳群岛起飞的死神,让日出之国成为阿比地狱。 那么,日本为何要偷袭珍珠港? 二战时期,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把美国拉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引出了后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长期投放原子弹的事件,促使了日本投降。 这样看来,日本偷袭珍珠港损害了自己的利益,那他为什么要去偷袭珍珠港呢? 是什么迫使日本开启了这样丧心病狂的军事豪赌呢? 在二战时期,日军的主要战场在中国,而中国的顽强超乎了日本的想象。 在战争中后期的时候,日本由于对中国的长期侵略,已经把之前积攒的家底快打完了。 加上日本本身国土面积不大,资源储存量不多,基本都是靠进口和侵略来获取资源。 这边对中国的侵略收获甚微,就更只能依赖进口。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时候,日本的石油有八成依靠于美国的买卖, 有一成多依靠东印度群岛,自己的石油占总比不到一成。 除了石油之外,日本侵华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石油和各种各样的军备物资都是来自于美国,可以说。 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物资,日本没有能力负担对华战争,更何况持续那么多年。 日本人眼看自己在中国累死累活打了那么多年仗,在中国捞到的油水远不足支撑自己的开销, 等于这些年白给美国打工了,钱都间接进入了美国的口袋,自己却越来越穷,日本坐不住了。 他看上了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这些小国物产丰富,有大量石油、天然气等战争必备物资,简直是个小金库, 于是开始进攻这些国家,妄想通过侵略这些国家来获得更多资源来继续对华的持久战。 可是,日本对于东南亚的大肆掠夺,触碰到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美国一想,这样不行,我得制裁你。 于是美国开始了对日本的出口限制,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道义禁运,禁运可害惨了日本,美国不光不卖给日本石油, 甚至连小螺丝钉、棉花等东西也不卖了。 日本现在情况很慌啊,一边是需要大量物资维持持久战的中国战场,一边是卡自己脖子的美国, 日本一想,豁出去了,与其这样前后夹击,受美国制裁当小弟,不如豪横一次,殊死一搏,万一胜利了。 东南亚地区就到手了,之后有更多精力对付中国,再在中国的土地上捞点油水, 于是,日本的军方高层谋划了一个方案,偷袭珍珠港。 一旦美国的珍珠港这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受创,美国肯定三年恢复不过来。 之后就发生了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可让日本万万没想到的是, 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并没有伤及命脉,珍珠港被袭击时, 三艘航母恰巧在外执行任务,战斗力超强的军舰也刚好不在, 美军仅仅用了六个月就恢复了元气,开始了对日本的报复。 用两颗蘑菇弹给了日本当头一击,迫使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还有二种说法, 一种是偷袭珍珠港事件是真正的偷袭, 第二种是美国人的阴谋,是故意让偷袭成功的, 以达到新的美帝战争。 对于第一种说法,毫无疑问, 已被深深地镌刻在历史的碑石上,让人深信不疑。 但是,第二种说法呢,存在一些军事迷中流传, 尤其是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始终坚信, 珍珠港事件完全是一桩特大的阴谋。 对此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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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